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应该有不同的作业点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议题 第一位是我们劳动部综合规划室的王厚城 王司长 刚刚在下面跟我聊天聊很多 人突然不见人影了 显示近邻不是那么容易面对的问题 他到现在还没有现身 我们待会在等待他 第二位是我们台湾综合研究院 台众院副院长 苏翰邦 苏副院长 请大家欢迎 谢谢 苏翰邦 是能源方面的一位专家 我们最后一位是环境权保障基金会的孙兴研究员 孙兴研究员 是 好 那我们今天大概有代表官方 那也代表我们的研究机构也对国内相关的能源政策 那么站在这个研究者 研究机构的角度 对我们政府的政策有多所注意的那么所谓的智库 乃至于站在环境权的这个立场 站在一个权力 不管是环境永续 还是所谓人民或社会的环境权的角度 我们分别有三个不同的项度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议题 师长 我们请师长上来 师长让大家等候有点久了 可见接下来内容一定是相对的精彩 后诚 好 那感谢各位力宁 我们这个场就开始 那由每位各做15分钟的分享 首先我们有请劳动部王后诚 市长 王市长 请 好 谢谢 我们主持人林佳儿 林老师 还有我们苏副院长 还有我们孙研究员 各位在座的贵宾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我想今天非常谢谢邀请 来说明一下报告 近年永续去世下 核色经济供应店的一个挑战跟机会 这是我的一个简报的大纲 请会参与 好 我想其实工业革命之后呢 大概来讲 我们讲的核色的一些的经济 就是包含到煤炭业 天然气 石油 这些核色能源 会造成我们整个的全球的经济结合 做一些主要的改变 好 那因为也造成了全球暖化跟极端气候的影响 所以带来核色经济一个代价 我想在世界能源的大会里面特别提到 在巴林协定 未来在2050年我们要 温室的气体精灵排放 一个是一个我们未来的目标 好 那我想 赖总统在去年的时候 也特别说到 数位转型 精灵转型 好 就是未来我们的国家一个动力 这个也是我们的双轴路线 那所以未来我们会在投资创新 投资人才 跟发展智慧永续的一个新台湾 那当然讲我们小英总统在过去 在2021年也提出一样 他能说明 那未来2050年也是 好像要跟全界一样 达到精灵排放 也是一个同样的目标 好 那重点会是在这三个地方 我想欧盟在今年开始实施 C-Band 我想这个东西来讲是大家所关注的 从去年开始 我想这个议题里面 不管是在劳动部也好 还是在我们的国发会也好 甚至在我们的经济部也好 都是我们大家所关心的一个议题 那尤其是在2026年开始 我想开始 欧盟就会开始要求各国里面 你的进口的产品 的含碳量 要较十遍的相对于一个凭证 好 那另外美国也未来 也会实施CCA 我想在2024年 若凡通过之后呢 一样会将来美国今年的所有的 等于说你的产品引进的时候 也会要去课征你基本上的 有一些的一些的碳税 好 那我们国家是在去年呢 通过了气候应用变迁法 我想未来来讲也会在今年会 公布一个碳费的收费的办法 那预计2020年也会开征 好 那这些议题里面 大概所提到的 也包含到2024年 今年欧洲议会也会通过 我们讲的 CSDDD 要求各企业在营运过程里面 要注重我们刚才 包含到上一节特别提到的 环境跟人权的部分 我想这是大家今天所看 所要谈的主题 好 我想因为这张图我就不讲 因为我看到前面好像 我们都在讲这边 我直接跳过来这边来讲 大概来讲公正转型的议题里面 刚才特别尤其在前一节 特别提到针对劳工 我想是一个蛮重要的议题 事实上在公正转型议题 是在北美工会在1980年所提出来的 我想在整个转型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就刚才所提到的 劳动者他本身来讲 包含到产业 甚至我们的消费群众 甚至我们的社会居民 等于说在这转型过程里面 能够他的权益能够受到保障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 那当然讲刚才特别提到尊严劳动 我想是我们劳动部门 一个很在意的地方 也是我们所有的劳工朋友 大家所应该受到合理的一个保护 好 那我想从这个里面开始 我会先跟 这边大概还是讲整个全球供应链里面 我想台湾在整个供应链里面 是一个蛮重要的地位 我想很多的企业里面 我想未来来讲 因为台湾是一个出口 会导向的国家 而且你可以看到 欧盟跟美国分别是我们 第四跟第三大的出口市场 那基本上来讲 未来我们的出口的厂商呢 面对到面临的摊盘查 发生到我们的减费 减排放的措施 甚至包含到环境 跟一些人权的一些风险 都必须注意到 好 那我想这里面 劳动面里面 最大的面临的课题 分成在四大项里面 我想在转型的过程里面 劳动力的供需 我想这是一个蛮重要的 也包含到刚才所提到的 那如何让我们的技能提升 甚至让我们的技能重塑 我想这是我们先面对一个 人力上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呢 就人材的缺口 那我想这是 现在目前为止 为什么 大家都在谈绿色经济 可是绿色经济的训练 这些人员的来 从哪里来 另外一个 在过渡期间里面 为什么 当我们讲过渡期间里面 当你的产业在转型过程里面 那你一定会造成怎么样 你的劳动条件会做改变 那甚至你这个产业 能不能继续经营 但你转型过程里面 那劳工的本身来讲 他的劳动条件会被做改变 我想这是我们注意的 那如果说今天在转型过程里面 他无法说明 转型的情况之下 就我们想造成一些结构性的失业 的情况之下 那这会就会产生大量的解雇 跟我们讲的失业的问题 那也包含到我们讲一些脆弱族群 又是在我们讲的妇女 中高龄 高龄者 声音上游 声音上游战的脆弱族群里面 他们权益是不会受到影响 等于说在整个局面方面里面 再来就是新的能源产生之后呢 会有新的一些的技术 新的制程 然后发生到新的晚安风险 简单讲 各位看到风能 我想最近海上风机的一个制造 我想这里面就牵涉到很多 治安危的问题 所以这种新兴的治安危的课题 也是我们所面临的 那另外一个 劳职沟通 其实可以看到 我想今天很多有一个很有重要的名词 大家都听到社会对话 我想这个Social Dialog 这个社会对话这个名词里面 一直在台湾的社会里面有一些倡议 可是我必须要这样讲 社会对话的基本过程里面是 牢固之间能够坐下来谈 可是以我们现有的机制里面 大概比较常听到是老师会议 很少这种所谓的社会对话 那当然讲 主要是他们的公会组织率过低的问题 尤其是我们企业公会 企业公会的组织率是相当的低 那甚至来讲 我们大概95%以上都是中小型企业 它本身在组织公会的集体力量 本来就是比较薄弱的 好 那所以目前为止呢 劳动部现在大概分成两个方向在做 第一个部分是针对产业的转型的组织调整 可能需要协助的部分 那也根据做报告 在十二项关键制指标里面 在转型过程里面 劳动部里面大概来讲的是负责整个的 劳工的一个就业的一个协助 跟包含了失业的辅导 注入此类问题 所谓的一些的议题 所以在转型过程里面 我们大概把focus在哪一个 是一个在职的训练 在这在职期间 有哪些资源可以去提供给他们 那包含到治安卫的一个议题 刚才我讲海上风电的一个设置里面 我想像现在的风机 在海上制造里面 就常常发生的是 在电焊 我们电焊公司的海底作业的部分 这种新的环境 未来来讲还有轻能 我想十二项观念最指标里面 还有是轻能 轻能到底有的危害 会有产生什么样的议题 我想这是我们所要 情形的一个课题 那另外就是如何让劳资之间 做个沟通 在一个等于说 在转型的就业过程 转型的过程里面 能够让劳资之间 有个良性的沟通 然后达到一个转型的 那当然讲 发生这一年的时候怎么处理 我不需要这样讲 在长期以来 在这种过程里面 最大的问题是 连你住去的不同 那也包含到我们刚刚讲 吹入族群的协助 因为某些成业里面 它必须要讲 还有些年龄层是比较高的 或者集中在某些的行业 某些的对象的部分 那这时候发生的问题 要怎么解决 那如果转型不成功 那劳动部提供的一些资源是什么 转型之后 那假设说你转型不成功 你可能就面临失业 那我们可以失业给付以外 那如果你还有就业的能力 我们就辅导你就业工作 那另外呢 你可能要进入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职业的重塑 那职业重塑过程里面 那训练过程里面 你的经济生活也要 有一定的保障 所以这部分我们会处理 那最重要的是 当你产生解雇争议的时候 怎么处理 我想这是里面 我们大概在业的课题 好 那现在的行政作业里面 大概很清楚的 大概来讲 跟各位报告 我们在职能培训发展里面 发生到我们今年的三月份 我们也跟了台科大 我们北分数 跟他成立了 绿色人才的培育中心 未来来讲 我们有 劳动能力发展署 下面有五个分数 未来会跟当地的一些的 学术机构做结合 去做一个 人力培育的部分 我想人才的培育 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会依照 产业的发展 跟产业的需求 去办一些 自办跟委办的训练 那也发生 顺便跟各位做报告 只要具有我们 劳保身份的人 我们都有所谓的 在职训练 目前为止 我们有三年七万的 学习训练课程 那会依照你的身份 比有不同的补助 那基本上来讲 我们常讲的 过去如果各位有听到过 三年七万学习不断 这是我们一直在提倡的 那另外一个 针对企业里面 有个人力提升计划 有一个大人体 小人体 人力提升计划 让企业本身来讲 在你转型过程里面 你就可以自己办训练 透过企业训练 企业训练的方式 透过合乎你本身 企业的需求 你去开相关的课程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也鼓励一些 人力提升 就刚刚所提到的 在职劳工学习 我们刚刚讲 人力提升计划里面 那个学习计划 那这里面大概近年 这几年开始 就会进行课程 也慢慢导入进来 发生到这我们所提到 运能科技的部分 也循环经济的部分 那也包含到 我刚才特别提到 在今年我们会 跟其他学校做结合 那就会出境的里面来讲 这地方大概就会说 如果面临到 没办法能够 转型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会怎么样 如何去提供这里面 需要就业的一些劳工名策 我们来协助他们做转业 那基本上来讲 现在我们在各地的 就业服务中心 都是三合一的政策 本身来讲 派去那边可以去找工作 也可以去那边洽询 他的训练的资源 同时如果要办 申办我们事业集会 也透过我们 就业服务中心里面 去做处理 那另外一个来讲 就是劳职沟通 我想其实 找到厉害关系的里面 今天厉害关系是谁 在劳固之间里面 我们最大是我们劳工朋友 让劳动者 受雇者 在转型过程里面 他的权益 应该获得合理的保障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讲看职业安全卫生里面 不然到我给讲 离爱风电的作业指引 是我们最近订出来的 那等于说 真的是用新的技术 然后新的一些 安全卫生设施里面 所要处理的一些重点 那另外就是 我们现有的劳工保护里面 我们会通过 劳职争的争端解决的方式 来处理劳职争 我想在四年前 我们的劳动事件法通过之后 对我们劳动事件的一些 诉讼案件来讲 是有帮助的 那相对而言 我们的劳职争议之间 诉讼的处理速度 也相当快速 好 那另外一个 我们真的有大量解雇 我们有一个大量解雇保护法 基本上来讲 都预警解雇 等于说有些预警的措施 然后基本上来讲 我们觉得有运作之后 我们就进入辅导 让劳职争竟然 做大量解雇物之前 有一些的沟通 协商的一个机制 那也延缓他对劳工的一些冲击 好 那因为为了掌握 我们一些新的技术里面呢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慢慢开始 我们就说 刚才我特别提到了 我们基本上来讲 透过这三个机制里面 就刚才我前述所提到的 强化员工的在职训练 我想人才的培育是非常的重要 另外一个 劳职之间呢 去强化他企业的任性 我想内部的沟通非常重要 包括劳职之间的沟通里面 让转移过程里面 这些意见能够透明化 我想透明化是蛮重要的概念 那当然讲对新制成里面 对新的风险 新的危害 我们做一些评估 我想其实不遗落任何一个人 我想这是一个 进行排放的转型过程里面 我们讲迈向绿色的 经济的发展里面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 以上是我的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